早安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我是Mac 謝美琪 環球追蹤先和大家跟進 就是歐美股市革命的最新情況 見到美股要跌超過1% 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顯示對經濟有信心 美股曾經受到支持 不過油價再度下跌 見到石油股及其他資源股受壓 帶動大肆回跌 加上投資者有獲利回吐的情況 見到三大指數都扭轉過去三日的升勢 獨瓊斯分工業平均指數跌了253點 收報在17495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跌了31點 報在2041點 納斯特克綜合指數跌了68點 收報在502點 而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托證券情況 較本港收市是全面下跌 匯豐折合是61.3.8 跌了是1.1% 中移動同樣跌1.1% 至於中聯通和中人壽 跌幅稍為擴大賣跌了超過1.1% 交際股市方面 主要三大股市都是向上的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了41點 報在6102點 法蘭克福特斯指數升268點 收報在10738點 至於巴黎卡指數升了52點 收報在4677點 油價方面表現 原油價格下跌 倫敦旗油分 紐約旗油方面 跌了每桶35美元 跌到每桶35美元 美元匯價上升 加上有消息說到 美國的原油交貨點庫存增加 油價受到影響 而收市時 就以34.95美元一桶收市 跌了57美元 保蘭特旗油方面 就收報37.06美元一桶 跌了33美元 今界跌超過2% 受到美元匯價上升所影響 紐約旗金以每盎司 1049.6美元收市 跌了27.2美元 跌幅2.5% 是3月初以來最大的跌幅 看匯價方面情況 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價 都是全面上升 見到美國方面加息 歐洲又或者日本 有可能繼續放寬貨幣政策 都增加了美元的吸引性 美匯指數曾經升超過1% 徘徊在梁州的高位附近 看美元對港元 最新報在7.7521 日元122.47 歐元1.0841 英鎊1.4907 瑞士法郎報0.9948 加元1.3946 澳元0.7120 至於紐元最新報在60.6694 跟著美國債券情況 10年期債券最新報2.22 30年期債券稍為回落最新報2.92 以後來的時間交給你 阿K 謝謝 那先跟各位觀眾跟進一下 港股在競價時段的表現 港股下跌 恆指競價時段報21,656點 下跌215點 跌幅達到1% 而港股剛開市 暫時看到21,646點 跌223點 國企指數9,555點 跌110點 大股成交暫時是23億 這次嘉賓請來Harrie 跟我們分析外圍的走勢 Harrie 你好 你好 見到昨日美股先升後跌 紐約旗油失手35美元的水平 雷能源和原材料的股份都受壓 標普能源指數更加跌超過2% 跌近3% 見到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高低點 波動是303點 加息過後 美股的方向不是應該已經確立了 為何還會這麼波動 波動的情況 你會見到油價 其實沒有預期搬 其實會有一個反彈的情緒 其實昨晚我們見到 商品期貨方面波動得挺重要 我們見到連黃金都跌下來 幅度挺厲害 大家會看著這些因素多些 拖累到原油股 又或者是先前我們見到 美國聯儲局的加息 昨天說了很久 主要都看著 美國的經濟情緒好像好一點 但對於投資市場來說 影響性是非常短暫的 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 本身近期牌 我們見到油價自從EIA的庫存 美國能源的庫存 出乎預期之外 上升之後 就有跌勢在那裡 現在如果你說油價的走向 其實主要都要看回各國的貨幣的走勢 見到之前是歐元又抽上去 見到其實走勢上美匯的指數又波動 所以由聯儲局加息 及到之後的經濟的粵度 都會影響商品市場的表現 及至於市場經過了聯儲局的加息之後 其實就開始缺乏焦點 其實在下假期很多基金經理都收了市 所以就少少的沽盤 其實見到美股已經有大跌的趨勢 所以暫時去看 我看見美股在現水平窄幅波動 看看消息的演變 這秒鐘大家會看著油價的走勢 是及至於影響了能源股的表現 轉向你看看商品市場 加息令到美元走勢 你剛才提及 大宗商品市場售油價及金價 都創了六年的低位 當中見到紐約期油跌了超過百分之一 是2009年2月以來最低 另外見到紐約期金亦都跌超過百分之二 亦都是2009年10月以來最低 其實油價大家都還未知道 接下來的情況 有些說是見底 有些說會跌到20美元一桶 你又怎樣看呢 20美元一桶 就高盛三個禮拜前的報告 這個走勢是否真的可以達到 我看機會未必那麼大 因為大家要明白 去到30美元的國際油價以下的水平 其實很多油公司都應該虧錢虧得很金 你看到中國這邊 直接發覺已經要喝停油價的減價 來防止油企虧得太緊要 國際市場當然是比較市場化 但是供給面上來說 去到這麼低的價錢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油企 我估計會直接停止他們的製作 所以你說是否一下子會跌到20美元 我覺得除非美匯指數一衝衝到100元 那些水平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近幾段時間大家都是看著匯價居多 還好的因素就是 出來加息之後 匯市其實是相對的平靜的 所以油價上 你會否說市落30元 機會有的 但是你說再進一步 再加10元下去 現在我覺得要沽空原油的價格 其實成本都挺高 所以我會覺得暫時去看 油價未必跌得那麼緊要 謝謝Harry 我們再跟進內地開市的情況 見到上證指數升3點 報3583點 深淨城市升20點 報12846點 互深300升5點 報3761點 恆指報21691點 跌180點 國際指數9578點 跌88點 大市成交39億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跟Harry進行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或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